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天耀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102年学测第八语 他说啊 太阳表面温度约为6000K 气体大多呈现游离太 有些微粒可以逃离太阳进入太空 成为太阳风 下列有关于太阳风的描述 下列何者正确 然后他就说 太阳风是现今太阳能主要来源 太阳风主要为不带电的高能力子 地球赤道直接面对太阳受到太阳风影响最大 地球南北极上空的气体可受到太阳风激发产生极光现象 在解这一题的重要观念之前 我想先大家看一下题目 题目这边有提到一个东西 叫做太阳温度大约为6000K 这边我想带大家看一下色温的概念 如果我们今天的温度越高 越偏向蓝白色 如果今天我们温度越低 会越偏向红色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我们看太阳的时候 太阳差不多应该是黄色的吧 所以太阳可能差不多就落在这个位置 好 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去评办 今天究竟哪一颗恒星 它的温度会比较高 好 那假设我们有一颗太阳跟有一颗T球 好像应该不用假设 我们就一颗太阳跟一颗T球 好 太阳平常在反应的过程中 它会释放出一些些的高能粒子 那有时候比较激烈就会形成我们的太阳风 那今天太阳风如果直接打到地球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太阳风究竟的成分是什么 太阳风主要是非常多大量的 我们的直子跟α粒子 这些全部通通都是带电的高能粒子 直子大家应该知道 α粒子呢 大家要记得是氦原子核 也就是把氦把外面两颗电子拿掉 这就是我们的α粒子 那我们太阳风今天由这些高能粒子所组成 如果今天跑到地面上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地球上呢 有非常大量的这些靠着电波在传输的一些工具 例如像是手机 无线电 或者像是卫星 这些东西如果今天在太阳风这些高能的带电粒子 冲到地球上的时候 这些东西全部都会被瘫痪掉 所有它的频率 所以它发出的讯号全部都会被干扰哦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手机还是像照常可以用啊 我们并没有每天都很莫名其妙的手机就说 哦 我们今天太阳风来了 今天手机不能用哦 为什么没有这种状况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地球外面还有一个磁层 这个磁层怎么来的呢 它来自于啊 我们地球本身有一个磁场 我们说地球有南磁极跟北磁极 好 那这个磁极呢 就跟我们一般磁地的一样嘛 就有磁力线 所以它就在地球外面形成一层磁层 产生一个对地球非常好的防护 今天啊 如果太阳风啊 在靠近地球的过程中呢 它会受到这些磁层的捕捉 或者被这些磁层所屏蔽起来哦 这也使我们地球能够免于太阳风的一些危害哦 不过呢 有些高能粒子会顺着我们的磁场哦 就这样到达我们的磁区哦 就这样 这样子 跑进来我们磁区 那在这些高能粒子呢 碰到地球大气的时候 就会去激发地球的大气层去撞击我们的大气层的一些气体分子 于是产生我们的极光哦 所以我们在南北极的地方会看到极光的原因 来自于我们宇宙的一些高能粒子受到磁力线的吸引 于是跑到我们磁区去撞击我们的这些高层的这些大气哦 造成我们的极光的出现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解一下这一题哦 这一题究竟什么选项会是对的呢 太阳风是现今太阳能主要来源当然是错的啊 我们今天来自于的是太阳光吧 我们今天太阳能板要放在太阳光下才能够产生我们的电力哦 那接下来第二个太阳风主要为带电的高能粒子 他刚刚讲到的是我们的子子还有我们的氦原子核 这两个都是我们的带电的高能粒子哦 好 接下来呢C选项他说地球赤道直接面对太阳 受到太阳风影响最大 刚刚我们看到我们的我们地球呢是受到我们的这个磁场所保护的 我们发现我们赤道这一块区域其实都是安全的哦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南北两极呢的上空气体 会受到我们太阳风的激发产生激光哦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选猪 大家你们选对了嘛 好 那接下来来告诉大家要记得什么哦 好 记得我们这次讲到的是色温的概念 色温越高越偏蓝白 色温越低越偏橘红 所以以后不要用它的亮度来去区分它的温度哦 要用色温 好 接下来太阳风的组成是什么 我们的子子 或者我们说它是氢原子核 或者什么α粒子也就是氦原子核 好 那它的灾害会是什么呢 它会瘫痪我们的电子通讯产品哦 好 接下来呢我们地球磁场是如何保护地球的 我们透过磁场去捕捉一些带电的粒子 然后有一个东西叫做泛爱伦带 它这边捕捉很多大量的磁场粒子 这边之后的延伸会提到 好 接下来呢我们能够捕捉一些粒子 它就不会进入到地球来啦 然后一些粒子呢会顺着磁力线到达极区产生激光 OK 那这边呢我们来做一下相关考题重点延伸哦 我们来看一下地球大气的结构 平流对流中气真问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赶快点进去看吧 接下来还有地球的公转自转与磁起 大家不知道春夏秋冬怎么来的 地球自转轴是直的还是斜的 还有地球南北极究竟在哪里的话 麻烦请点进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单元吧 好 我们下次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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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